攻克永安对太平军来说有注重大意义 以往太平军都是在山沟里打转转 永安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个城市 虽然这个城市很小 但对士气是个极大的鼓舞 太平天国的影响迅速扩大 广西湖南的反应流泪剧烈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烦恼的不光是赛上阿 还有前锋帝 这位皇帝坐在此进城里 每天收到的都是以将北军团团为助 不日即可奏结诸如此类的奏报 结果却来个大大的惊客 面对一连串使他失望的消息 咸丰闭闹目之下 一掉度十一肥油将在上阿交付一处 香荣等被筛持饼带花铃 带罪立功混乱的清军不得不再次聚集 继续成为九困攻克永安 对太平天国来说有注重大意义 在永安的几个月 太平天国完飞了个相制度 最有名的就是永安封王了 封了五个王 杨秀卿成为最实惠的受益者 被封为东王还获得了截止诸王的权利 考虑到东王还时不时的戴天赋发言 太平天国最高权力 有二人法的危机 不过首义领袖中 萧朝贵手握重兵 可戴天凶发言 常与杨秀卿共同发布公告 冯云山是紫金山基地的开踏者 也是杨秀卿的百上帝教师傅 他两个的地位和权力组 可制约杨秀卿这样 太平天国领导机构 就形成了红袖权威首 杨秀卿直军者 萧朝对冯云山参与议事的局面 在永安太平天国首次提出了建设小天堂的目标 拜上比较描绘的天堂很美好 但那是逝去的勇士享受的 活足的教众们 在人间也要建设一个天堂 称小天堂 未来小天堂的政治生活待遇 与现实的艰苦战斗 直接相连 只有勇力战功 才能获得优厚的风赏 要立战功就要努力杀敌 杀谁 自然就是阻挠建设小天堂的亲邀了 封王后杨秀卿 萧朝贵联合发布了三道告狱 奉天讨胡习不四方域 奉天主要就是安民域 就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域 直接把清朝定义为妖孽 号召人们投身起义 或清华夏共享太平时乐 攻克永安 对太平军来说 有主重大意义 这还指以永安为分水岭 太平军前后的作战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 前期强调护手 永安突围后则飘忽不定 不再计较一成一地的得失 多次长途奔袭 清军越来越皮污本命 越来越难 以为追堵截 现在一个狭长的盆地中 四面崇山环绕 失去城外据点 永安城将无法防守 所以永安征得战 主要发生在外围的崇山峻岭中 城中物资富裕 为火药 千紫 严金缺少 这些物资当的并不生产 主要外购 或者于东勇 朝勇暗中交易 别惊奇 相勇中不少天地会信徒 鹰木为勇 只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换得金钱 暗中于太平军联络 再让阿野之东勇 朝勇多不可靠 后期随着青军越来越多 不可靠的相勇 不断被隔离 监视太平军的物资供应 越来越难过了 青军围困厚 于太平军 在永安周围高山 多次争夺 双方步有胜负 经过多次交手 向荣邓青军将领 逐渐俗 吸了太平军的作战 特点面对天险 青军或运回 或偷袭 慢慢压缩太平军防御空间 而太平军过于迷信天险 虽然屡次吃亏 但是仍然没有高度重视 终于在转移途中 吃了大亏 1852年4月5日晚 太平军城雷雨天气 冒雨从东线突围 经过七个小时 顺利撤出永安城 先锋运落大纲 雷全军开路 竟往重山峻岭而去